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教授 我决定你 我决定嫁给丁安 我一定会当他的好妻子 当你的好儿媳的 请你答应我 丁教授 我 丁教授 是 代表 我能不能躺着这儿 为什么 我见醒你 你别紧张 要轻松点 站在 你啊 你明看着我 别分了 你别紧张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是你 丁老师 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在外面等一下 不用了 你也该好好休息 我要才几天 好好倒一倒视察 一一的事 我都知道了 飞来 丁老师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不想到院里报到了 你说 这次 这次音音出事 我就意识到 我不应该回来 你得不明清了 音音音出了 你出了车祸 跟你回不回来 有什么关系 丁老师 您实话告诉我 如果这场车祸发生了三早些 您会提议我回来吗 喂 那位 是我 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 我想让你给我太太 和我的孩子 做一个亲子决定 这个在技术上 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是 需要一些手续 你这样 我有一个同学 我先咨询一下他 请他帮帮忙 我先谢谢你了 不过这件事情 请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包括我的母亲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丁老师 你不会忘了 当年为什么逼我去美国吧 我想你是不会忘的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如果这场车祸没有发生 一切可能过去了 但是现在 您儿媳妇突然不在了 这跟当年 又有什么两样呢 这话什么意思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见过丁寒了 我对他的感觉 一如既往 好 丁宾啊 那我现在也只想让你知道 你在我心里当中 是我最心爱 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你所说的好 也包括当年明明知道 我喜欢丁寒 却非逼我离开他吗 对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好 这次我才能 怎么合适你啊 这么多年过去呢 您跟你说话的口气和态度 跟当年一样冷酷无情 所以 你今天不要在这里 再给我谈这些成年笼罩 行吗 丁老师 我们都是学心里研究的 不能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成年累积地放在心里 所造成的伤害和扭曲 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灾难 丁老师 在您眼前 我不想再隐瞒任何 您可以考虑一下 我刚刚的建议 你该考虑的 就是怎么样安心在这里工作 那好 我只有一个请求 我请求您 不要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更不要干涉我和您儿子的交往 你太自私了呢 你还当当失去的音音 她和音音的孩子 还在抢救之中 我当然不会那么无情 但是我不会放过 属于自己的任何机会 丁老师 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再来刺激 可是我好害怕 我害怕四年前的一幕再次发生 很抱歉 对于音音的事情 我也很难过 你竟然是无缘 好重生命 也行 家爷 我们坐会儿吧 你说我听这事啊 我都差点晕着你啊 跟人说谁能信呢 家爷 您别空坏了身子 你说你昨天那晚开车 我是跟你想过去的 我哪就没跟你多说几句话呢 你说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呢 我每天待我那么一会儿 也就错过这场车祸了 你说我这心哪能无担忧吗 你是不知道我 他开车呀 他在我那顶了一下 我就被我那点报纸了 就慢慢来接合他说话 我还看见有没有人上了他的车 您刚才是说 有人上了音音的车吗 是啊 就离我那十几米 是谁 我不认识啊 从来没见过 您是不认识还是没看清啊 昨天不是你在我那说话才走的吗 你刚走那个人就来的 他是打车来的 下着车就在往倒停溜的 好像是等人 我看了几眼 从来没见过 这人长什么样子啊 四十来岁 长什么样 好像比你个高点 挺有派的一个人 没当回事啊 你就没仔细看 对了 对了 他是谁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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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这刚才谁给信音的家里打过电话 先生是我 我刚才是按着这取活单身的电话给您挂的 昨天你们订的蛋糕可是没有人来取啊 什么蛋糕 是前天一位姓音的小姐订的 她说昨天会来取的 蛋糕呢 您等一下 我们都是一直放在冷柜里的 你看这笼是不是很漂亮 这我们师傅可费功夫了 试了很多次 才做好的 为什么要在这上面 用一个龙啊 这是音小姐特意嘱咐的 她说 画12个属龙 所以还给了我们一个龙的图案呢 你看 先生 您带取过单了吗 没有 不过这蛋糕 我问你一个问题 音小姐订这个蛋糕的是什么 是她自己一个人来的还是有人跟她一起来的 是她自己一个人来的 有没有说什么 比如 给谁订的蛋糕或者 没有 我看得出它挺上心的 因为为了这个龙的图案 所以交代了很多次 而且也为了这条龙 都花了十块钱了 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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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事们 丁海啊 你知道吗 昨天啊 我们差点看电通 最后啊 还是用了一个流浪记者的文章 这个曹天哥他们夫妻两个啊 老林啊 我现在没心思管这些事情 我就说说嘛 让你们分心 丁海啊 要不这么着 待会你上去了 顺便把娱乐城的照片 考给我 也别让那个男人婆 认为我们丁海是吃素的 老林 你到底是来调宴的 还是来拿照片的 主要是调宴 调宴 帮我拿去 喂 好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吃素的 烹饪 吃素的 可以 吃素的 w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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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怎么了 这人你认识 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想不起来了 是不是他 要进来再仔细看一看 不用了 会有急事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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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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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你们出现城的 我在昨天在这见过她 我长得挺胖的 她是哪个部门上的 部门 我还真是不清楚 她老跟你们老板娘 老板娘 她就是曹天哥 你找曹小姐啊 她不在这 她在城里的总公司 平时几乎都不来这 不是 我找的那个人啊 就是个不高光头 老穿一个花格子西装 要不然就是 那您得上城里的总公司去找 她几乎不在这上班 那是怎么办 社长 请问这个标志是 这是我们龙城集团的图标 我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救助 慢慢吃了没有 要不我们出去对付电 我吃不下 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你道歉 电池被偷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一跟我说陪你道歉 我现在就明白了 你放心 电池我一定会拍给你的 不用不用 我家里备着好几块 丁凡 我给你打声招呼 我真是带到我们杂志社 去一家调研的 找个那事 都是传统没逼的 你别放在一起 你放心吧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给你 不急 不急 老李 龙城公司你了解多少 龙城公司 那不是曹天哥他老龙凯吗 最近怎么样 我还真八卦了一个 如果对这公司更熟的 就要属于那本流浪记者 看这三个更长的 跟他们的夫妻俩 是好生 他这次抱得了 比上一次更有爆炸心 这 这跟你说也没用 也不愿意听了 不 你说你说我 我喜欢听 好 那就当是给你散散心 这是你 他发表的小样 你看看 这个流浪记者 真感谢 你知道吗 曹天哥他老公 为什么连 落实仪式那么大的活动 他都不参加 为什么 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 你能想象到 他为什么会受伤 你说 为了曹天哥以外的 其他女人 落实仪式那么大的一个活动 他都不露面 他在做什么 他又能做什么 他有一个情人 他在跟他的情人拥会 因为落实仪式的这一天 也是曹天哥他老公的生日 肯定在 约会 庆生 玩物上志 误了大事 那么大的活动 他竟然没有参加 曹天哥 岂能容忍 于是 曹天哥 不得不中断 去找他的老公 找到后 三方对峙 冲突升级 错 造者 他 又生 少 你再来 我这故事 丁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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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的时候 出没脸颊 已经开始有反应了 这说明神经系统已经开始恢复了 关于是好 你出来一下 到喜多宝宝的话 我现在不想听 别忘了 我也是个医生 丁老师 你们是陪我什么事情在玩的吗 为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儿子 就不可以告诉我 是怕我老了 真是无量 丁老师 那你小太年高了一辈子心里研究的老坦太 丁老师 我没有想瞒你 我只听害 你是医生 为什么可以听她的 好 我告诉你 别说了 我知道 你知道吗 被你得了白血 你知道的是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对不起 其实 我们不是想瞒你 只不想让你昨天 丁老师 受太大的刺激 想改天都告诉你 我退休了 你还有什么干嘛的 可怜的 是他们长城的这个孩子 关大夫 急诊台变化 谢谢 我去接个电话 丁老师 喂 我是关医生 谁是见你的线火 上个东西 怎么能出来啊 听他吗 已经将母子的样本送过去吧 按照常规 要五天走 十年 这事情我根本就等不了 这对我是有疼火 你又不是不知道 其实万一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根本就是 这个医院的 我真是要事实 你别着急 我不是在你那里 你不经常被人在一起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怎么听见 情绪不太对价啊 我没事 我说我没事 我听到啥 记住 什么都得跟我母亲说 什么都得说 拜托了 我呢 给他 我不是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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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登月光 为什么 能若陈宇是那么大的活动 就知道我才走 她在跟她的旗里又不会 因为若陈宇是这个烟 也是好多烫 你的身份 今天都在前面 我说我说 我说我说 所以也还给了我们 我们的图案 要是自己在晚了 不是 去点地方 你在要求医院进行调查之前 你首先要确认 是不是 他在跟她的旗里又不会 爸爸 他不是没有亲属儿子 所以才会上了 我说 我送医院进行今天 那里有什么事 我送医院进行调查 你不会再哇 你不会再帮你 我送医院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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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woke你 眼泪不会流泪 时间不会去了下一刻 梦快要死了 会怪要云云 天就快要黑了 想了你 当我们擦身而过 雨就快来了 爱情已被冲走了 我去哪里找你的消息 是此刻好想你 亲爱的你在哪里 好想紧紧拥抱着你 永远都不要唱一歌 这是天差地坚的月底 期待的你在哪里 听不了想你的泪滴 再等的没不要破碎 是心底最深的爱 那今天情况怎么样 还烧吗 早上最高三十九度 初一夜现在下去了一点 估计一会儿还得上来 孩子现在抵抗力很差 丁教授 您别太担心了 你找我了 是 有点事情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出门期待 好 你好先生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们的那个董事长 秦岳先生 你有预约吗 那倒没有 不过我是他老朋友了 先生 不姓 我姓丁 稍等 我给他秘书联系一下 对 你好 秦总办公室 王秘书 门口有一位姓丁的先生 说是秦总的老朋友 你请他接电话 我知道了 丁先生 接电话 问你你好 你好丁先生 我是秦总的秘书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曹天歌女士的常年法律顾问 我叫周宏斌 丁先生 行我知道了 周律师 周律师 你是 我是新一周杂志社的 新一周杂志社 你找我干什么 要不 咱们借也不说话 对不起 我现在正忙 诶 周律师 我找您真的有非 我找您真的有非 感谢你 我找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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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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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贝贝得了白血病 除了骨髓移植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跟冰范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了 现在目前治疗最大的难题 就是在于车祸造成孩子自身免疫系统的破坏 按照他自身的抵抗力 根本无法应付正常尽量的法疗 但是骨髓移植 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您知道骨髓移植 在临床上最大的难度 就是在于能否找到合适的配型 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丁老师 如果有 我会尽可能去尝试 小官 如果按照惯例 要为贝贝找到合适的配型 是不是应该从我和丁涵开始呢 我想 如果能把孩子的外公外婆一块找来 毕竟多几个亲人多一个机会 你已是个孤儿 所以我和丁涵 就是这个可怜孩子唯一的窒息亲属 丁老师 即使是窒息亲属 成功配型的可能性也只有25% 当然 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但愿这个孩子有足够的信誉 不一定会议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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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那我去回医院 医院里的健康就上了 哎呀 把这场给忘了 没事 你就一口咬电一米到医院里看病 什么都别说 这个人是谁 他说他是新一中杂志社的人 这就是该死的记者 这样吧 你跟他打个电话 约他见面 是 我自有办法 喂 喂 你现在在哪里呀 我就在你们公司门口 那我们见个面吧 好 当然可以 那我们就在银湖都家村见个面 那个地方太远了吧 我没车不太方便 海边方便你知道吗 那 我们四十分钟以后吧 好 您好欢迎光临 您好欢迎光临 您请坐 谢谢您好 这是我们的酒牌 看一下你喝点什么 我还在等我几个朋友 东西先不点 先过来杯冰水 好的 没事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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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应该被弹了白血病了 是机械零八细胞白血病 在三到八岁的耳朵之间 是一种差异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